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灵幻喜剧动作片 僵尸先生的第三部《灵幻先生》 影片一开场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茅山道士明书 正准备替闹鬼的坛板万家去鬼 虽然明书的水平不怎么样 但虚张声势都是有一套 花架子耍的那是有模有样的 为了让坛板万家的人看上去像这么回事 明书放出了自己养的两个鬼 大宝和小宝 这三位合作多点配合的相当默契 用这种方法可骗了不少人 因此整个过程下来 一般人基本上看不出破烈 可关键是坛板万家是真的闹鬼 而且还是一女鬼 明书被坛板万的人推进屋里之后 一身素衣的女鬼就出下了 名谋好齿沉鱼落叶 把明书看得是一阵阵的根探 明书说做鬼也得有道德一天 你以后甭再跟人家捣乱 女鬼说坛板万把房子建在了我们家的祖坟上 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一点 你说我能够捣乱吗 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女鬼这边是鬼多是中了 把明书揍得是鼻青连动 这哥们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把大宝给放出 大宝一看这么多前辈当时就送了 正所谓光棍不吃眼前亏 双方过了几招之后 明书和大宝续往一招撒子聊了 明书说这地儿不能再待了 咱必须得换个地方行骗 一天晚上明书来到一便民旅社 刚一间屋就被当地的村民给控了 原来有一帮马贼要来洗劫村子 村民们把明书当成马贼的汉子了 这帮人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肉 那就是村民们的领袖 毛山道士九叔 在九叔的带领下 村民给马贼们设下了圈套 接下来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这帮马贼可不是普通的匪徒 一个个都身怀艺术 换句话来说都会一些旁门左道 尤其是他们的老大女贼婆 会有些特殊的手段 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杀人越货赶出金圈 就没有他不会干的 不过九叔也不是圣球的灯 摸骨看相买菜做饭 降妖服摸机械电汉 因此两人一交手就是火花四溅 女贼婆一看 对方人多势众 无奈只好扔下俩同伙仨子聊了 九叔生日这天 一帮老叔人为九叔庆祝生日 眼镜哥弄巧成桌 本来想拍摆师父的马屁 没想到拍到马蹄子上 没好气的眼镜哥一眼看到了 正在吃饭的明叔 为了排除心口的这股恶气 眼镜哥故意找明叔的茬 明叔和大宝小宝联手 把眼镜哥折磨得是 丑态百叔痛不欲生 听到动静的九叔急忙来到楼下 利用法术很快就把大宝小宝给收了 眼瞅着自己的心肝宝贝被九叔弄走 明叔是腾在心上去又没法说 因为养鬼这种事 已经违反了毛山第一戒令 为了救出大宝和小宝 明叔后半夜摸到了九叔家 但他的行为很快就被九叔一发现 九叔说鬼这玩意乃不强之物 整天跟这东西混在一起 轻则不孕不遇 重则断子绝村的 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在九叔的教育下 明叔决定离开大宝和小宝 眼镜哥说师父 怎么才能让鬼看不见我们呢 九叔说把郭辉涂在身上 鬼就看不见你 为了验证真伪 眼镜哥一头钻进了炉灶 明叔摔碎坛子之后 大宝小宝先说了人身 明叔说你们这俩倒霉鬼 从今后我走我的阳光道 你们走你们的那河桥 等以后我领了盒饭 咱们那边再见面 可大宝小宝舍不得明叔 一直在后面跟着不肯离去 明叔这边刚回到旅社 涂了一身郭辉的眼镜哥出现了 这哥们利用九叔的符咒和大葫芦 把大宝给收走 听到小宝的呼救 明叔急忙去追眼镜哥 两人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女贼婆突然冒了出来 上去就把大宝给掳走了 女贼婆掳走大宝之后 马上利用法术把大宝给精神控制 为了防止女贼婆来劫狱 九叔等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明叔由于精神太紧张 把一盆鸡血泼在了外卖小哥的身上 很快被精神控制的大宝杀进了院 直接就扑向了明叔 眼瞅着明叔要被瓦个精光 九叔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 女贼婆悄悄地摸到了牢房 当她刚准备营救自己的同伙 没料到却中了九叔的圈套 要说这女贼婆是真不含糊 猛的一发功把绳子给弄断 然后把眼镜哥和小胡子揍得 是满地照牙 接下来是九叔和女贼婆的一场肉搏认 虽然女贼婆的花招挺多 可你有千条计 人家九叔有老主意啊 一把大宝剑捂得是眼花缭乱 很快就把女贼婆逼到视景边 女贼婆知道要是 烙在这帮孙子手里准备好 于是一咬牙又跳劲里 九叔的俩徒弟蒙圈哥和蒙圈弟 在处理女贼婆两个手下的尸体的时候 一不留神就被两个马子给上了身子 一帮人正在喝酒庆祝的时候 被附身的蒙圈哥和蒙圈弟出现了 九叔一看这二位脚后跟不着地 就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一帮吃货一看 吓得顿时做鸟兽菜了 这帮人听九叔说牌位可以护身 一个个被争千恐后的去抢 现场是鸡飞狗跳的 比超市刚开门还热了 眼瞅着眼镜哥和小胡子要断气 明叔拿着赵妖镜击产刀 明叔和九叔一镜一动 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很快就把两个马子给控制了 正所谓不怕强对手就怕猪对友 眼镜哥和小胡子这种 尝试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九叔即时赶到 把这俩马子收进了摊子里 为了彻底把两个马子给解决掉 九叔决定让战后位 裹上面粘上茜 扎至金黄色捞出 九叔把制作锅包肉的工作 交给了明叔 他则带着眼镜哥和小胡子 去水井边收拾女贼物 女贼婆经过短时间的休养生期 元气慢慢地恢复了 要说这还得感谢九叔的怜香惜语 女贼婆从井里窜出来之后 不敢恋战 跟窜天猴吃了一晃就不见了 明叔的锅包肉做的并不顺利 他刚把食材放进去 马贼就蹦了出来 哎呀 这明显是面粉和欠的比例不对 这明叔本来就胆小 一看这情况当时就吓尿 不过明叔毕竟闯荡江湖那么多年 作为一名职业骗子 骑马的心理素质还是有的 稳住阵脚之后 明叔利用自己的小聪明 把马贼再次扔进了游户 这次不错 油温正合适 加上是第二次过游 马贼很快就变得外焦里嫩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女贼婆一看自己的手下死 这么色香味俱全 这胃力能不难受 接下来是大宝小宝和女贼婆的斗法 这一段回吓唬吓唬人还行 跟女贼婆斗那简直就是找罪手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不知道去哪瞎溜达的九叔即时赶到 女贼婆一看打不过 急忙附在了明叔的身上 为了把女贼婆从明叔身上赶出去 大宝和小宝冒着魂飞魄散的危险 来了一次回答鬼 影片的最后 随着一阵霹雷的闪电 女贼婆顿时烟消云散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 如今人心太险了 人情也是更冷 没钱啥都问不成 不如鬼魂中感情啊